鄧小巧一來到這個環境就說 現在你們《識七學壇》的訪問都是這樣做 對 因為我想親近給你一個擁抱 對 平時只是在對面的房間 好像要隔離 還有 我不應該這樣 但有點像監獄太郎 未知 大家我在高門聽到聲音 可以很近地聊聊天 很冷 鄧小巧以獨立的身份派唱歌曲 我其實很主動地說 你會否想做訪問或是來《識七學壇》的介紹 很早 阿黎很早已經問我了 立即衝你 其實過程是怎樣的 由完唱片公司 經理人公司 之後再告訴大家 有《小島音樂》這個自己的品牌 其實是否構思了多久 以及算不算很突然而來 迫到埋身要做 要甚麼都自己弄了 其實就 要說真心話 其實我在早幾年 我已經 有一種覺得 在一個很大的機構裏做 跟我自己的性格 其實不是吻合的 但它當然也有很多好處 就是資源真的很多 你會得到的機會很多 但我在早幾年 其實內心已經有個召喚 不可以了 我真的想一些 再自家製作一點的感覺 雖然我在以前的公司 其實都是 它給我完全的自由 但是 我不知道是當時的心態 還是緣分度 還是怎樣 然後去到2019年 我就覺得 我不行了 我真的 我要走了 我要走的意思是 我甚至那時候走 我是想 我離開音樂圈 即那個走 所以 但其實那時 小巧也 不差的 對 很寒煙的 是不差的 但你很有興趣 這歌很受歡迎 或者有LINE的演出 也很想找你 所以那時是一個很 在表演上 我依然是很喜歡的 但其實唱歌以外 有很多不是唱歌的東西 然後我又在這裏思考 其實我自己究竟 我再行 譬如再做幾年 你有幾多年壽命 又開始想這些東西 然後就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行 我無論我將來 怎樣也好 我要先完結這段關係 因為我覺得 當我在擁有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我思考不到我自己 想要什麼 其實小島這首歌 是我在加拿大隔離的時候收到的 試完我怎樣認識這個創作人 就是因為 在3月的時候 我經常跟Walter Kwan 演唱歌 那時有跟她寫一些歌 然後她又給了一首 她跟Jade合唱的歌給我聽 我這個女生寫歌的溫度 我覺得很適合我 然後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邀請她寫歌 然後Walter姐就給了Jade合唱我 然後我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聯絡了Jade合唱 那麼巧Jade又在美國 又回到上海了 所以我們就在一個 她也是剛剛隔離原武幾 然後我隔離中的一個狀態 然後她交換了一些表演 交換了一些想法 然後她放下了一些表演 然後我又 譬如Wu Phong 她跟阿周仔寫了一些歌 然後跟其他單位寫了一些歌 我跟Michael仔寫了一些歌 我自己也寫了一些歌 但最後呢 硬是覺得 不適合感覺 不是不好聽 是不適合我現在的狀態 究竟用一首什麼歌 再出發 我想要一首很輕鬆的 我想要一首 不用有唱功的 也沒有自意 雖然你說家姐 也有唱到這首歌 不是 你比起我以前的歌 相比以前 譬如 《兩溝》也好 《四大發明》也好 那些歌是很濃烈的 然後我就 覺得我想要一首很平淡 然後我搭車會聽的歌 於是就 又拿回Jade的展示出來 然後鎖定了這首要做第一部分 就是這樣 然後做了一首歌 錄好細音之後 不是呀 我要開一間有限公司 如果不是一首歌 就不知道在哪裏發行 又不知道在哪裏發行 我又臨時急去申請一間有限公司 然後對申請有限公司的完全不懂 沒有概念 然後第一欄就是 你想你的公司叫甚麼名字 我本身想過很粗糙的名字 因為我叫鄧小巧 我的電郵是How Tang 有些人笑 就說你是好聽音樂 即是考聽音樂 我問我可否叫How Tang Music 我問我好聽音樂 我問我好聽音樂 那你要拿多久 我只是Gmail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 不如記錄我自己在小島做音樂 然後我第一首自己出產的歌 又是叫小島 不如叫Island Music小島音樂 因而就在… 因而因為這樣而在這兩個月中 就做了所有事 所以這個可能是無心撻漏 或者自己… 名字是完全無心撻漏的 也有少許想向這個方向 不然你不會想到 做一首比較輕鬆的歌 即是走另一條路 才會想到公司的名字 要建立公司 或是之後的發展是怎樣的 是的 做這首歌 其實有沒有也發覺小巧自己 原來錄過這麼多首歌 十多二十首 原來沒有這個類型 輕鬆一點 不用那麼重的 我當時有張沙拋隔一片海 也很重的 內容也是很重的 現在小島就真的好生活 好你平日常的感受 因為我經常都… 我不是說我以前那些歌 不應該有 我覺得他們的存在 亦都對很多人 甚至對自己都是一個很好的宣示 但我覺得可能現在自己的整個狀態 心理狀態很平靜 我亦都… 想要表達的不是那種 哇 我很慘啊 我好辛苦啊 我好痛啊 或者我很生氣 即是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情緒的湧動 所以我覺得這是純粹是一個人生階段性 某程度上我以前出的那些歌 都看清了我自己的情緒宣洩的方式是怎樣 然後現在我就採取一個可能比較接近我現在的心理狀態 就是比較靜一點的自己 可能開走一快更年期 不是啊 不是啊 更年期是躁動的 對不起 反而現在要將人冷靜一點去迎接更年期 對 沒錯 不是的 其實就是大家都猜不到 都會期待小孩想做什麼歌給大家 猜不到這麼生活化 這麼黎囂揚那些 或者臨一封那一種 搭巴士看到什麼風光 其實都有些少許思考在這裡 你自己的填詞有沒有一個很大壓力 還是很自然就寫了這份歌詞出來 是很自然的 其實我那時是8月7日就決定做這首歌 然後就在我朋友家吃飯 然後就搭車回家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聽一首騙舞 我就寫下了 《凌晨3點我坐巴士汗入壁的城》 《沿途丁九夜雨燈歌無戶外再嘆氣》 這兩句 就是整個chorus 我是在那一程的士想過的 你坐的士不是只是巴士 對 因為那時沒有通宵巴士 在大美督走不了 然後就寫了這兩句 就覺得奠定了這首歌的整個感覺 然後我就慢慢去寫 其實這首歌 其實它不是我的一個通勤 不是我日常交通的一個宣示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你看你的人生 就可以當它是一程車 其實你會 好像由一個目的地去另一個目的地 有時可能回家 有時可能去別處 然後中間會停過很多的站 這是一個很粗糙的說法 但其實套用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是適用的 即是你以為你搭這輛車 是去某個目的地 但原來其實你的最終目的地 又不在 然後你以為最終目的地 也可能因為你去了這個新的地方 你見識了一些東西 你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你又想去別處 我覺得某程度上 它是每一個人的人生 就是你去過的站 然後你去過的 你以為的目的地 可能已經變了 可能你已經不會再回去 但不要緊 因為你看一看停過的瞬間 你想想你自己去那個站 快樂就OK了 不快樂都過了 你都move on 他們下一個站 剛才問小校有沒有跟朋友聊 所謂的朋友 我就是扮指 許廷鏗 王嘉儀 南美邦 剛巧這幾星期 大家一起派歌 亦以獨立的身份自立公司 去發佈歌曲 大家變成 可能很多都是要靠公司體系 再撐出來一艘小船 向外發展 這件事大家有沒有聊一下 扶持一下 其實 Candy 孫子 Candy 孫子肯定百分百 即是支持 因為他自己都是過內人 大家都明白那種爽快 有多爽快 即是那種自己預訂的工作室 雖然夠錢要自己搖 但你會覺得那件事 真是照顧小朋友 照顧作品 再投入一點 那天預訂了錄音 反而是那時 我很記得Terence在我家吃飯 說的是 很久之前 我又問他 我說 行譚間 大家就笑他 你都不寫歌給我吧 然後Terence就說 你不要找我寫歌 他說 我差不多每支碟都有寫歌給你 你不如去找一些 你從來沒有合作過的人 某程度上他這個 令我 就是跳出了我自己的國 我覺得 香港很多朋友 很多熟悉的音樂人 肯定很方便 你去找他寫歌 或者找他去合寫 大家一定會覺得分 但那件事某程度上 又是你的舒適 因為你知道一定會有 然後 然後你熟悉他的作品 你都會覺得他 就算出到來都不會離行離辣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Terence那個 是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 咦 其實 當我已經可以自己出來做的時候 為什麼我 不去試一些完全 我沒有試過的人呢 所以這次的Mixing Vocal Producers 找了Sophie 其實是第一次有女人去監我的Vocal 以前是沒有試過的 然後 那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原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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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首先 Key已經會近 所以你要去Demonstrate一些東西 要去教你 你去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某程度上 我都方便了 不是說男性做不到 但是 聽感上 是有個女性的聲音質地 去互相交流 我覺得那個感受是不同的中間 而阿邦 其實他是最擔心我的那個 他是說 可以不可以的 你知道他 你會想像到他的語氣 可以不可以的 你自己 不要啦 你不如找人 你要人照顧的 不行的 這樣 而阿邦 也都是 我們差不多時間動立 即他再早一點 所以其實大家都 都很明白 還是那天他約我吃飯 還是不知約我去做什麼 就說 我今天不行 我說我今天要去搞我紀錄公司 我要成立小島音樂 他說是嗎 我都剛剛申請了一個新等級 叫自己去音樂 突然有很多公司申請 是的 很興旺 我挺開心 大家有一種 想要聽到我的感覺 亦都希望 我喜歡的這首歌 我的歌迷會喜歡 大家聽到 希望可以支持這首小島 去看MV 還有他用幾元去買 這首歌 你支持他 很便宜的 8元 我怕咖啡也買不到 真的比搭一程巴士 原來我的歌 多謝你 多謝 我可以擁有 咖啡 guest 嘗嘗